1955年4月6日,傅作义和李维汉带着一众人在北京火车站神色焦虑地等着一个重要人物走出站台 迎接他的阵仗不止如此,毛主席此时已经身处王府井饭店设宴,携周总理和六大元帅亲自为他接风洗尘 看到这样的阵仗,年过六旬的老人眼含热泪,激动不已 如此大的阵仗迎接的到底是谁呢? 这个六旬老人不是别人,正是老蒋徽下的五虎上将之一魏力皇,被称为常胜将军 曾是我党公布的43名战犯之一,后来又成了国民党的头号战犯 他重回大陆,为何能够受到如此高威格的待遇呢? 这一切就要从他的经历说起了 魏力皇出生在安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